大家好 我是小林 刚刚看到一个坏消息 可以讲不是好消息 反正不是好消息 那我赶紧录视频 赶紧要给大家报告 尤其是广东的网友们 来自广东的网友们 恭喜你们 你们要倒霉了 倒大霉 广东的朋友 广东的人民群众要倒大霉了 为什么呢 这来源于我看到一个访谈 这个访谈就是访谈谁呢 就访谈那个老贼 这老贼钟南山嘛 自从获得了一个 这个共和国勋章嘛 就是习近平亲自给他颁了个奖 这个奖不得了啊 就是习包子亲自背书 虽然讲我们是瞧不起他们 或者说我们 呃 就持一个批判态度嘛 对于这个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这群人 包括这个这个勋章的设计啊 方方面面 我们都以 不屑嘛 或者说不屑 或者说是 呃 我们是批判态度 可以这么讲 但是 可以 现在看来获得这个共和国勋章的 那都是 在社会地位上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不是开玩笑 呃 起码习包子不下台 那社会地位 杠杠的 现在钟南山基本上就不搞一线 什么以前还带点货啊 或者说是做很多一线的工作 呃 一些表态性的东西 他做的 你看这次广州的疫情 这一波疫情 他基本上 在具体操作层边 他基本上没有任何表态 但是他现在疫情搞定了 然后他出来表态了 可见他现在 钟南山啊 这个地位是港港的 呃 当然他说的话也是有分量了 可以这么理解咯 呃 在这个 习包子游戏规则底下 他就是有分量 他说了什么 让广东人要倒大美的事呢 啊 首先他说 首先表扬了一下广东 呃 表扬了一下他自己 反正就是 哎呦 如果我们不是有这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不是拍了个板 啊 给你们封城 整了一顿你们的屁名 广东要感染七百多万人 他说嘿嘿 现在只感染了一百多万 一百多个 嘿嘿 所以呢 我们非常成功啊 就是定了这个性 定性就告诉你 我们是相当成功啊 这这个成功你就你就麻烦大啊 我得 为什么呢 他意味着现在这个模式是OK的 嘿 这啥意思呢 现在是啥模式呢 哎 你再看他第二个表态了 他说到什么呢 广州已经决定了 在郊区建设一个国际健康驿站 哇靠 这臭不要脸啊 国际健康驿站 代替目前的隔离酒店 酒店还好一点嘛 你国际健康驿站这个是不是弄了个集装箱啥的啊 25万平方米 5000个独立房间 严格隔离 哎呦 感觉不是好事 感觉肯定没有酒店好 严格隔离 不会互相传染 从长远来说 必须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好消息啊 就是钟南山说是好消息啊 啥意思 大家懂没有 就是现在我们在搞一个什么模式啊 我之前不是说过 就是全国90%的出入境人口 是归纳到广东这里来啊 为什么呢 离北京最远啊 这个习包子怕死啊 而且他不是很多重要任务吗 马上你看这七一 所以是好像是今年年初开始 就就暗粗粗是这样搞了 就广东人其实是倒大煤的 这个这个地雷已经埋下去了 埋一方面 他感觉广东这边资源充足嘛 就弄起来有这个行政能力 有这个财政能力 其他地方你兜不住 你放到云南 云南经常也出状化 广东这边他觉得你兜得住 然后能折腾嘛 反正觉得折腾广东这个地方 就习包子就拍了这个板了 所以就全部放到广东这里来 后面我说了 他现在要搞一个国际健康一战 建个大房子5000个独立房间 他是准备长期搞啊 长期搞啊 为什么呢 你后面我说了一个冬奥会 他不是说延长一年吗 可见这个延长一年 他虽然不会明确表态 但是估计会暂时来讲长期做 除非就国际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 他谁要面子嘛 他到时候呢 所以现在中国人唯一的希望 就指望西方能够很好很好 我告诉你 这个疫苗搞得很好 然后后面西方全面开放 这是中国人唯一的希望 我告诉你 就西方全面开放 西方搞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呢 他没办法 死要面子 大家都搞得这么好 他一个劲 他这个封闭的太不好不好啊 面子刮不上去啊 他就要到时候也要随大理由 相对比现在要开放一点点 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 但是如果西方没有大幅度的好转的情况下 他肯定会沿用现在的这个政策 不然呢 你想想 他现在已经决定要建设一个国际健康驿站 而且这个国际健康驿站只有广东搞 其他省都不用搞 哎哟 你说麻烦了 麻烦了 而且5000个 这个配额出来 5000个 而且每一个人 因为你集中隔离要14天 也就是一个一个月之内 他本来这个配额已经下来 他说的是代替嘛 代替目前的隔离酒店 哦 那你相当于一个月里相当于这个这个隔离 的一个配额 他把配额都弄出来 就1万个 每个月1万个能能入境的啊 然后又或者出入境的 基本上是入境嘛 所以就 会很长期的维持现在这个政策 包括冬奥会 这个这个也要搞 然后也是在北京搞 要明年的换届 那都在北京搞 所以就把疫情全推到广东来 已经定了 这个事情已经定了 明白没有啊 分析了半通 而且他现在已经定性了 钟南山这个屌毛啊 这个老贼已经出来给你们定性了 就是中央高度肯定 这一波广东的控制 他觉得控制的不错 本来要七百多万人 广东人麻烦了 首先是 而且麻烦 反正就广东这边后面 你要知道 他也是这么说的 你看那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 他也是出来说 哎呦这DeltaDelta变种病毒很厉害哦 解封不等于解控 你看那 骚扰不慎 将功亏一篑 因此6月30日前 还要完成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还要不断折腾你们 所谓名义上的解封呢 就是 哎呀 要细胞纸要大售嘛 要搞得好好看看 就是大家有点过年过年 过节的细分一样 就搞得搞得很 很好很好 差不多这个感觉嘛 呃 然后就 但是呢 实际上 啊 很多东西他还是要严控 因为这一波你要知道 其实很突兀 你想想他突然间抓得很紧 然后你想想就开车一样的 急踩刹车 踩完急刹车又踩油门 踩完油门又踩急刹车 你是不是 哎呦搞死你们对不对 嗯 他现在就 哦他说啊 病毒的特传播特点告诉我们 疫情防控 这根弦要时时刻紧绷 防反弹 防扩散 防输入 防外溢 仍是当前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啥意思 他明显说给你啊 防反弹 你你想想你 入境的全方的广东 这一台 相当于广东会一直的陆陆续续的 断断续续的一直会有疫情 这没没办法就意味着广东人后面一直会被折腾 啊惨了 哎呦我一个朋友最近也是哎刚好 麻烦投资了个 他想抄底嘛 最近最近 那个刚好有有一个便宜的酒店短量出来 他这感觉又这中国率先恢复啊 感觉中国中国很牛逼 然后他就把这酒店盘下来 谁知道一盘下来 广东就出疫情了 他现在亏死了 他马上要跳楼 就这么个事 嗯 那我个最后面广东啊 一直都是陆陆续续有麻烦啊 他就 一方面全把疫情推到广东来 一方面 呃就尝试嘛 反正各种管理的模式都在广州四点 你看他这次他很多很多试点 比如封街区啊 之前都是整个武汉封整个区封 他这次就封的比较精准啊 比如这个这个小区封小区啊 他在做实验 哪里面广东人做实验 控制的相对比较精准 他在做做很多社会实验呢 拿你拿里面的这个这个来 嗯 这是一个方面 那对于全国的网友来讲 也不是什么好事 证明他真的要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会维持现在的这个 这个叫做出入境政策啊 我刚好还看到一个一个新闻就是 呃6月24日北京出入境管理局发布提醒 非紧急必要建议取消或者推迟出国出境计划 还就就是还是那么是嘛 他说的是什么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随便他什么说啊 人家欧盟也开放了 日本也开放了 美国也开放了 他他说仍然十分严峻 那人家多国那你在全球找你总能找出 找出采取入境管理措施的啊 好的不学学坏的 为防止旅行中交叉感染 以及出行受阻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如非必要是由建议你取消或者推迟出国计划啊 如理确须申请出入境证件 出入公安机关出入管理部门将依法对你的出入国计划等情况进行核实 还是这个办护照的事情嘛 你看现在要全面核实力出国出境市由进行核实 以前哪里需要以前你就是年龄达标了 然后交个钱你就可以办护照 我办了护照之后我可以不出国的嘛 对不对 我老早老早办过护照了 我办了之后好几年都没用 一直丢在那 好早好早 刚上的大学就办个护照 当时想去东南亚玩没去成没去成就丢在那丢了好久 丢了好几年后来才后来才去出了一次国才才才用了护照 所以你办护照跟本来跟出不出国都不挂钩的 但是现在才你看他出入境要核实 随意随便他说吧 他的爱怎么说 所以他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情况 我刚才说了 如果西方没有很强烈的对比 搞得他有着面子上挂不去的情况下 他会长期维持现在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比较麻烦咯 某程度实现了一个局部的闭关锁窝 长期的这样搞 很麻烦 相当麻烦 而且现在你们都打了中国疫苗 没什么用的 这个疫苗在国际上你不承认 所以中国人变成了什么呢 出国也麻烦 入国也麻烦 就给你制造大量的麻烦 相当于是你一下子 你想想 你有时候手续没办土 有时候又又又又需要回去 回去又需要出去 一来回折腾 起码他可以赚你的钱 最后哪怕给你扮成了 你扒你一层皮 咽过拔毛 起码他达到了这个目的 他搞这个隔离酒店 可以讲好的方面 你往好的方面想 他没打算真 实现一个非常极端的闭关锁窝 他就打算保留 就现在这个玩意儿 比如你留学什么的 还是可以出去 就禁了旅游 相当于其实中国人旅游很麻烦 后面很麻烦 麻烦了 所以相当麻烦 因为毕竟我知道 日本很多人也做的是 中国游客的生意 这个是很麻烦 其实对于很多 如果你也准备做中国生意的 都会麻烦 不知道 就是这个 看西方几个国家 能不能给中国压力 就到时候 就这个情况 大概就是 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搞 你习包子 如果长期这样搞 对经济有没有影响 你出入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你是闹得欢 你是爽 省了不少外汇 因为中国人只要不出国旅游 他一年省了一千个亿美元 之前好像一千多亿 每年如果出去旅游 花了他一千多亿外汇 那现在省了呗 然后各方面也可以随便做啊呗 他感觉这样这样好玩 但是你因为这个也应除非你洋人不用隔离 但是你很难很难就 哦 这个外国人可以免隔离 外国人打了会月疫苗可以免隔离 这样如果这样搞 嗯 他敢不敢这样搞 你就变成了超国民待遇 又一次的超国民待遇 中国人受不受得住 这如果你外国人里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障碍的话 那会影响通商宽衣啊 对不对 那人人家妈妈都都来做生意啊 这方面这么麻烦 到人家就就退出去 除非是都什么特事特办 暗暗粗粗的搞特批的制度啊 如果有这个你在中国开场就就不用隔离 这个事前细胞纸要是这么定 反正大家都是个麻烦事吧 先聊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点分享 拜拜